8月20日 投资鸿海虽然很好但很难赚到大钱吗? 作者,A大 有一些散户眼界还没有开 他们一直以为要到投机标股中赚钱才会是最快 但100个中有90个都是会以失败告终 会这样的道理很好动 因为股市中存在的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在你进到投机的世界中 就会有两个稳赢的角色时时刻刻地吸着你的血 如果你没有过人之处 最终你会被吸得连扎都不剩 除了政府及券商外 股市中还存在着三大法人 他们有筹码的优势 他们透过统计以很小的差价去赚走散户的钱 这些人因为资金大 所以他们可以控制股价的走势 以统计来说 够多的散户买等于三大法人卖 够多的散户卖等于三大法人买 当三大法人买了后 他们会向上拉抬 当三大法人卖了后 他们会向下贯杀 所以股市中仅有少数人可以赚钱 因为平均够多的人一定是会输给三大法人的 最后还存在极少数的投机高手 这些人身经百战 在无数的战斗中存活下来 属于人上人等级的 一些散户很搞笑 他们以为股市是公平的 其实当你还是菜鸟时 没有人会可怜你是菜鸟就让着你 一进到股市中 大家就是拿出看家本领 直接就是上演勾心斗角 你死我活的战争 听完以上的故事后 如果你想要从一个小散户成功变投机高手 这需要时间 你也需要去阅读前辈的经验 最终在股市磨练个几年 你才有可能成为股市投机高手 如果你一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想要先学习 但又不想浪费时间 那你就是先做中长线价值投资 在过程中 你就去学习股市的知识及尝试 当你有一定的功力后 想要去投机再去 以我过去成功的在短线中连续六年打败大盘一倍 然后转到中长线价值投资 我深知投机没有这么容易 而且成功的人仅会是少数 所以我在公开讨论区上分享投资策略时 都会是以价值投资为主 这时有人觉得中长线价值投资赚钱很慢 觉得投资鸿海赚不到大钱 我只能说 这是你的误解 投资鸿海可以给你合理的报酬 只要你的资金够大 自然你赚的报酬就会越大 而资金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之前我说过 财富自由三要素 知识 资金及时间 当你的资金越大 正常的报酬都会是你几年的薪水 有一些人在价值投资中使用金融杠杆 让合理的报酬变大一倍 这也是因为有知识才能办得到的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市场 在洗脑存金融股后又洗脑存ETF 前7月的金融股获利全数出来了 去年Fed升息 让公债价格大跌 很多金融股净值都大幅的减少 今年好不容易有回升一些了 最近又遇到了中国碧桂园财务危机 中融信托风暴 恒大破产震撼谈等 使得最近股价走势很疲弱 中国这些事件未必会对台湾金融业造成什么实质影响 但在心理上会让投资者信心产生动摇 短线客及投机客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力的踹一脚 如果自我心里面不健全的人 自然就会在这种利空下恐慌卖出 今天才有人在问会不会发生什么雷曼兄弟 这种消息就是专门来割这种韭菜的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散户总是在股市正常起伏中把钱赔光 所谓的股市就是经济的橱窗 公司就是提供人类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 所以只要有人类的存在 经济就不会消失 自然就不会存在股市崩盘 这时会有人说 股市明明常常大跌啊 其实这单纯就是股市涨到很夸张的位阶 市场找个理由去修正一下价格而已 只是在修正的过程中 会引发人们的恐慌 自然就会是会下跌的更严重一些罢了 有一些没有价值的个股 因为股价涨到天上去 哪天个股的股价一旦修正 幅度都会是非常的夸张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一旦修正就很难再涨回去 我用白话文来说 高端净值13.7元 股价417元 都不会赚钱 你觉得这种股票的股价修正到60元 这样会很夸张吗 我个人觉得跌到60元还算太高估了 再举个例 你觉得当初净值5元的美得一涨到78元 后面修正到6元 这样会很夸张吗 也不会很夸张啊 会跌这么多的原因在于 当初有林妈妈在炒作 把一家没有价值的公司炒到78元 以目前台股的净值8100点 指数16381点 中间有8000点本来就是虚幻的 你看大盘在修正时 有可能修正到低于8000点吗 我应该这样说 你有看过股市修正到低于净值吗 我只能和大家说 几乎没有 就能2008年雷曼兄弟时 大盘跌到3955点 那时大盘的净值才3800点 所以还没有跌到净值 在2015年股市大跌 跌到7203点 那时大盘净值是5600点 在2020年发生百年一遇COVID-19 大盘跌到8532点 那时大盘净值6472点 更不用说什么2022年从18669点跌到12629点了 那时大盘净值7754点 所以台股再怎么修正 其实是没有跌破净值 人之所以在股市中会受重伤 就是因为会贪婪的炒作个股 以最近的AI概念股来说 股价净值比炒到4到5倍 这种位阶修正下来 你自然是会受重伤的 这有啥好说的 当你害怕股市崩盘 你不如去看自己买进的公司 是不是在价值区 如果不是 就算台股不崩盘 你买到那档个股也会崩跌的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投资鸿海虽然很好 但很难赚到大钱吗 2.市场在洗脑存金融股后 又洗脑存ETF 3.散户总是在股市正常起伏中 把钱赔光 网友小菜额表示 分析得不错 但是投资鸿海很难赚大钱 只能说利息比银行好 网友Peter回答 会吗 我2019年到现在 不包含股息 随时卖掉 至少都有三四百万了以上获利了 光股息2022 2023两年股息现金 都快百万了 怎么可能没办法赚大钱 获利都快四五成了 而且这几年股市涨跌 很多人都不知道赔多少了 我们一毛钱都没赔 反而股利越来越多 而且利息只比银行好这事 你是不是自己搞错了什么 鸿海一年赚九到十元 以鸿海线的股价 几乎是九到百分之十获利 请问银行利息一年是几百分之 自己太弱真的不要上来自曝其短 网友洛逊回答 只能买一张两张确实难赚大钱 A大回答 从近五年鸿海配出股息555亿 582亿 555亿 721亿 735亿 五年合计配出了3148亿 我是不懂你的大钱是多少 鸿海配出这么多钱 你有本事买进多少股权 你就能按比例分到多少钱 如果你说你本金只有几十万 几百万 确实你买鸿海得到的股息就不会太多 但这似乎是你的问题 而不会是鸿海的问题 常常看到一些散户想要赚快钱 然后到一些投机标股中买来卖去 最终仅是当充账面一时爽 悲惨人生一世长 股市中有千千万万个小菜额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也不少 别人脚踏实地的在鸿海中把资产稳健的滚大 你觉得很难赚到大钱 要不然你把你在投机标股赚到多少钱 放上来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最终你会发觉随便一个鸿海中10户 大户股东都能屌打你那所谓的大钱 在股市中不要好高骛远 而且不要傻布隆东的看不起这种价值投资法 郭董手上有100多万张 今年光股息就近100亿了 郭董就仅是静静地持有鸿海股票 就能有这样的报酬 一些每天在股市中装忙的散户 最后问他赚多少 他说赚了几千 几万 几十万 这种会赚钱的还算不错的 重点是大部分的散户潮短一段时间过后 通常都是在那写券试文 我是不懂一些小散户到底哪来的信心 觉得自己潮短比较好赚 然后投资鸿海赚比较慢 网友在分享 2019年刚开户 30岁没房没车没保险 只有现金80万 第一年现金买10张 信贷20张 室友信贷20张 只押买20张 凑到70张 近4年半下来努力存钱持续复利再投入 遇到类大频道留言区内的无数高手分享资讯 无私帮忙 今年终于存到257张了 明年慢慢挑战300张 真的很感谢A大 A大回答 成功的人找方法 鲁蛇的人总抱怨 别人在2019年时手上仅有80万现金 透过了一些金融负债工具凑到了70张 近4年多下来买到了257张 这就是薪资 奖金 股息 金融负债持续在投入的威力 你问别人怎么办到的 觉得不可能 其实别人没事骗你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别人努力的去让自己脱贫 一些鲁蛇就只会抱怨 或者是怨天尤人 昨天我听到一位网友说自己力挺了红海很多年 觉得这样是很支持我 听到后我立刻一把无名货就烧起来 你投资赚到再多的钱 那都是放进你的口袋 不会有任何一毛钱跑到我的口袋中 你投资是为了你自己 你抱了五年多红海 你觉得这是力挺红海 但是这几年下来红海是为你赚进了很多的真金白银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投资是什么力挺红海或A大 我听到是会很火大的 记得一件事 投资就是为了你自己 我提供了你如何选一档好公司的方法 也帮你持续验证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及产业面 过程中我也分享了你很多有关金融负债的方法 你可以依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做想要的事 有一些人因为很痛恨目前的工作 觉得想要拼一把 我个人对此也没有什么意见 至少你是在稳赢的投资中拼 这会比你去投机股 小型股 标股 题材股 强势股拼更安全10倍以上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不服气 觉得红海不会比较安全 我就拿去年2022年10月时的情况来说明就好了 当初大盘从最高点18669点跌到12629点 最多下跌6000点左右 台湾50重量型全职股中 下跌到三成的有一半左右 下跌四成 五成 六成甚至七成的也不少 这还是台湾市值前50大的公司 在2022年时都能下跌的这么惨 那时红海发生什么事呢 在年初时红海股价104元 到了2022年10月底 那时台股最惨来到12629点 红海股价还有103.5元 这还是除息扣掉5.2元后的股价 没有错 就是在整个股市都很惨时 红海还赚了4.7元 这时会有人说 因为红海没有涨到啊 所以自然下跌就没有红海的事 你如果要这样说 其实也是可以 不过当你不会在红海中开杠杆出局 这就是结果论 这就是所谓的安全 星期五我分享自己从2008年到2016年的操作结果 从2011年10月1日到2016年操作短线都很顺利 但了不起合计就是赚了390万 结果在2017年到2018年操作波段 报一两年的股票 合计赚了1059万 平均一年赚500万 到了红海时期 欧印身家 信贷 股票值借4年半 过程中我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单纯就是有钱就买 没钱就报 4年半下来 股息加上未实现损失 每年平均获利是超过500万的 记得2016年时有网友来说他一年能赚500万 说他好棒棒 我从2017年开始 没有一年获利平均是低于500万的 有人觉得这个数字没啥了不起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来对比 我研究所毕业后 前面工作了15年 合计总共存下来的钱大概就是900万 现在很多人觉得红海都没有涨 红海要死不活 嗯 这没啥问题 目前红海要死不活就能让我赚这么多钱了 哪天疯狂了还得了 如果就一直这样下去 我就是持续复利在投入 我未来投资的人生还非常的长 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七老八十的老人了 我要的就是能以目前这样的情况持续往前推进 我说过 我要的很简单 就是可以永远在股市中当赢家 股市波动要把我前一年在股市中赚到的钱赢回去 那难度有一点高 想要把我在股市中连续两三年赚到的钱赢回去 那时台股可能跌到9000点了 上面我说的 不要说跌到9000点了 现在大盘跌到12164点 等于就是大盘净值比1.5倍 也差不多是十年限 红海的十年限是91元 红海跌到这位阶 勒不起就是把我前一年半赚的拿回去罢了 你如果在这价位买到红海或大盘 账面想要亏损一个月都很难 新闻说 十四金控整体七月税后 盈余和赚664.99亿元 较六月获利707亿元月减约6% 但跟去年同月相较成长高于四成之多 六 七月获利都亮眼 主要受惠于金控旗下人受鼓励持续入账 台股又创新高 机构四基处分股票 加上新台币重扁三角 各家受险会对成本减少 亦有助获利表现 去年七月十四加金控 和赚467.5亿元 累计前七月税后 盈余赚2746.18亿元 今年累计一到七税后 盈余已赚近2729亿元 较去年同期只衰退0.63% 只差一点点 有机会八月就见到 整体由衰退转为正成长 十四加金控中 虽然星光金仍是唯一累计亏损 但只剩6.44亿元 八月有机会 十四加金控权数有赚钱 A大回答 最近金融股的走势明显弱于大盘 这是受到碧桂圆财务危机 中融信托风暴 很大破产政汗谈等一系列影响 这对台湾金融业 会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倒不一定 不过在信心上 一定就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多投资者 法人 外资群再不知道这件事 是否会牵连到台湾的金融业 一定就是会选择先卖出的 还有一些投机客 短线客看准了投资人信心会受影响 就在这时候很踹一脚 股市中的短线就是这样 重要的是一买及一卖的差价 有关金融业的利空发生时 自然投机客 短线客就会想要在上面赚到一些钱 当然就是利用散户的无知及恐惧 这和现在的AI概念股也没啥不同 很多人都知道AI概念股营收 获利 竞争力不怎么样 但短线上就是会有散户进去买单 也会有法人 主力 短线客 投机客进场去炒作 自然有人的地方就能赌博 尤其是像AI概念股交易这么热络的个股 记得几年前 那时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开口闭口就是要存股金融股 说存股领袭 觉得存金融股不败 但随着最近几年 尤其是近一两年受到Fed升息 债券价格大跌 那时很多投资者发觉 原来金融股也不是什么完全不败的好标的 还是有可能因为债券价格大赔 赔到自己的净值差一点就归零 其实一部分也是投信 券商不希望散户继续存股金融股 后面开始洗脑ETF好棒 推出了一大堆主题是ETF 高股息ETF 结果最近这些ETF都成了赌博概念股 每一档就是去追某几档个股 把那些个股炒到天价去 大家记得一件事 为什么ETF经理人会去追上涨的个股 道理很好懂 因为别的经理人都买了 如果自己不跟上 那绩效就会比别人差 那有人说 未来这些AI概念股如果崩跌了 那岂不是大赔吗 嗯 没错啊 但那时ETF经理人就是比谁赔得少 如果大部分ETF赔30% 自己赔29% 那就是优于同业 当大家都一样时 老板及主管就找不到理由盯他们 如果ETF经理内独牌众议买了某一档股票 而不去买大部分ETF经理人买的股票 只要该经理人买的股票不涨 那他就死定了 一定就是被检讨到爆炸 网友JKT提问 请问中国金融风暴会不会影响到鸿海呢 像2008的雷曼兄弟一样 网友Peter回答 内心系不用这么多 2020年疫情 2022年10月郑州疫情 有影响到鸿海吗 只能说投资世界第一的EMS公司 还要替世界第一的公司担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全台湾没有公司能投资了 2008雷曼 鸿海赚了7元多 2020年疫情整整一个月都没开工 一堆人看到看到鸿海第一季的业绩 都说鸿海完蛋了 鸿海摇到了 那年鸿海也赚7元多 所以鸿海有赚过0元吗 投资真的不要太多内心系 网友N3986回答 拜托先认真看影片 A大回答 就算你真的遇到了雷曼兄弟 以过去经验来看 下跌了一年后 隔年就全部涨回来了 会这样的原因也很好懂 经济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 人类只要还活着 经济就会继续 当初就算给你买在2008年前一年的高点 也就是1万点 15年下来 台股每年配息4到5% 现在只输1.6万点 至少是赚一两倍 如果你敢在雷曼兄弟发生最惨时危机入市 你至少是能赚6到8倍 当你在股市中投资时 你要看公司的获利有没有被拿走 以鸿海获利才被拿走几个月 和一些获利被拿走20年 30年的相比 鸿海真的就是超级安全的 当初股市从18669点跌到12629点 鸿海也才从104元跌到103.5元 重点是还除息了5.2元 所以不要常常在那内心吸一堆 你要试着去重压有价值的个股 然后长期抱得住 这对你人生的财富才会有影响 常常在那听到一些消息 就在那眼内心系 你注定究竟会是一个大肥羊 不会有啥例外的 因为股市涨涨跌跌的过程中 你就会像个善心人士一样 一直支付政府及券商交易税及手续费 也会在股价很甜美价时 把手上的股票借卖给别人 之前Fed在升息时 那时我说过 外资群会害怕三样东西 以利率 二汇率 三股票差价 汇率这种东西会涨涨跌 最近美元又涨了一波 来到了32元左右 自然会有一些炒汇的外资群 把资金汇出去 这时会有人说 有可能是因为外资群卖超台股 然后把钱汇出去 才会让台币贬值的 其实这两件事是同一件 反正有一些炒汇的外资群 他们就是担心台币贬值 会让他们的资产变小 所以就卖股把资金汇出台湾 有一些短线投机的外资群 他们会利用这样的事件去偏空操作 以FED已经把利率升到5.25%到5.5% 了不起今年再升一次息 明年有可能就降息了 现在被骗进去买美元的人 未来可能会在FED持续降息的过程中 赔到怀疑人生 我还记得几年前 新闻 专家说28元的台币是常态 那时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台币在28元左右 一般人因为那时美元定存利率很低 所以并不会想要拥有美元资产 当明年FED开始降息 就会开始启动利率越来越低的情况 大家还记得FED怎么透过利率去掉控经济吧 一般来说 就是要让经济以2%到3%持续的成长 也就是通货膨胀每年2%到3% 但人性就是会贪婪及恐惧 当经济好时会持续的一直很乐观 让经济过热 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这时FED就会开始把资金回收 大家看近一年多FED把利率拉升到5.25%到5.5%之间 经济是不是有明显的衰退了 之前很多人说美国CPI不可能回到2%到3% 结果经过一年的升息后 7月的CPI指数就是3%多了 现在FED还说今年会升息一遍 而且不会在今年降息 所以要把CPI打而2%到3% 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 当经济被打下去后 人性弱点中的恐惧就会提升 觉得经济不好 所以消费要保守一点 这就使得经济越来越差 当经济明显出现大幅衰退时 代表人民的信心已经崩溃 这时FED又会开始降息 把资金往市场惯 几年后经济又会逐渐的好转 这就是经济 一些人每天在那担心股市要崩盘 我只能说 只要人类还活着 经济就只有过热 衰退即正常三种情况 只要你买到的公司有竞争力 不要付出太多年的获利 自然在经济的循环中 你一样能活得很好 很多散户会在股市中赔钱 都是在股市太过乐观 用天价去买进个股 当市场回归理性后 股价开始修正到正常的价位 他们就赔到怀疑人生 不然好的公司每年都会赚钱 你抱着股票会赚钱 那就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的是 当你买到有价值的公司 就算FED升息或降息 造成经济成长或衰退 那你也不会在股市中受到重伤 这种感觉就像是 不论经济好或不好 你都会在公司乖乖上班 每个月领到合理的薪水 你不会在经济好时和公司说 我免费帮你工作20年 30年 但你在股市中时 你就会把公司20年 30年的获利先给别人 我也是不懂这些人到底在想啥 我说过 股市中分投资及投机 当你进到投机标股中时 这时你就是在玩 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投机并不可耻 只要你清楚地了解自己在投机 然后接受赚钱及赔钱都是可能的 那你就是一位合格的投机客 听清楚 我是说合格的投机客 如果你能一直在股市中投机赚钱 你才会是一个成功的投机客 以我们在鸿海中做价值型投资 前两三年因为疫情经济很好 那时营收及获利基齐相对高一点点 但鸿海是大型全职股 不像一些中小型股那样获利暴涨及暴跌 所以鸿海的获利相对衰退的比较少一些 而且在经济很热时 鸿海的股价也没有任何泡沫的现象 一直就是维持在股价净值比1到1.1倍左右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目前台股的大盘净值比是两倍 正常来说 大盘净值比1.5倍就是相对低点 买进后长期很容易赚钱 当你在大盘净值比1.5倍买到大盘都很容易赢钱了 更不用说在股价净值比1到1.1倍买到鸿海 以目前鸿海的股价就是在系统性非理性崩盘价 就是之前的3955点 也是2020年时的8000点 之前我说过 台股是有几千家上市及上贵公司组出来的 一年赚5到10% 配出4到5% 所以每年的净值会逐年的提升 所以10年前及20年前的大盘净值 一定是和现在不一样的 现在台股净值比1.5倍 也就是12164点 在蓝色买到 基本上长期就是必胜了 在2021年到2022年 台股指数就是在2到2.5倍 跌到12629点时 那时还没有碰到蓝色线11631点 在2020年最低来到8532点 那时蓝色线在9708点 3月大盘收在9708点 大家不用怀疑 2020年发生了COVID 19这种百年一遇的事件 结果3月最终还是收在蓝色线上 所以大盘净值比1.5倍 基本上你就很难会赔钱 现在大盘才跌到红色线的两倍处 也就是16381点 如果你现在已经赔到怀疑人生了 代表你真的还太嫩了 这种程度活得过初一 也很难活过15 这一周涨幅前5名 第一名广达 涨幅14.54% 第二名瑞玉 涨幅4.9% 第三名华硕 涨幅4.35% 第四名加世达 涨幅1.59% 第五名统一 涨幅0.14% 跌幅前10名 第一名华南京 跌幅6.73% 第二名丰泰 跌幅6.39% 第三名中信金 跌幅6.22% 第四名台尼 跌幅6.02% 第五名台化 跌幅5.48% 第六名雅德克 KY 跌幅5.28% 第七名赵丰金 跌幅5.18% 第八名永丰金 跌幅5% 第九名南亚科 跌幅4.86% 第十名南亚 跌幅4.6% 这一周大盘下跌 1.33% 0050下跌 1.94% 台积电下跌 1.28% 鸿海下跌 2.3% 这一周外资群 卖超台股701.9亿 投信买超 195.2亿 自营商卖超 164.4亿 三大法人 合计卖超 670.9亿 下跌220点 今年以来 涨幅前五名 第一名广达 涨幅254.08% 第二名加世达 涨幅58.44% 第三名瑞玉 涨幅48.58% 第四名星星 涨幅45.42% 第五名华硕 涨幅43.02% 跌幅前十名 第一名万海 跌幅36.95% 第二名长荣 跌幅34.36% 第三名系立 跌幅33.56% 第四名阳明 跌幅32.98% 第五名丰太 跌幅18.4% 第六名中租 KY 跌幅17.05% 第七名台化 跌幅11.91% 第八名中钢 跌幅8.72% 第九名台肃 跌幅7.49% 第十名华南京 跌幅7.35% 今年以来 大盘上涨15.87% 0050上涨12.39% 台积电上涨20.18% 鸿海上涨6.11% 今天以来 外资群买超台股 1644亿 投信买超882亿 自营商买超31亿 三大法人 合计买超2556亿 指数上涨2243点 文章出自 最大个人股市 研究观察记录 鸿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鸿海啥巴 鸿海啥巴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猪脸的热情来 鸿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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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海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 加油 痕 拜拜